现在你老公不要你了 准备下股场 给客人做人体按摩吧 喂 别碰我嫂子 你这个臭小子够胆量啊 我这这么多人 你单个来跟我说话啊 我只讲江湖道义 你毛还没长全呢 你说道义 人家说你人美身材好 没理由给矮子把战呢 不如让我兄弟们开开眼界啊 老妖 你真的不讲江湖道义 这可能是阿祖坐卧底最成功的一次 竟然从一个岌岌无名的驳车载 一路坐到黑帮老大 就在刚刚 还只是底层混混的阿祖在餐厅吃饭 却意外碰上了他以前做警察时得罪的混混 对方故意走到他们旁边坐下 掏出手枪 用眼神示意他去外面聊聊 阿祖见状只好起身离开